今日,香港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就今年初两宗机长在航程中因身体不适,无法执行飞行员职务,而需由副驾驶员做单一飞行员操作的事故,发表飞机严重事故初步报告。 报告显示,2019年1月及2月,香港国泰航空有限公司两架飞机在飞行途中,机长突然失去正常视力,最终由副驾驶员做单一飞行员操作。 两架飞机上当时载有乘客分别为348人和270人,事件被造成人员伤亡。 2月21日早晨6时左右,国泰航空一架由澳洲珀斯国际机场飞往香港国际机场的空客350型飞机,在经过菲律宾的马尼拉上空时,机长突赶气喘及视力受损,并宣布丧失工作能力。 随后,副驾驶员继续直飞并接管飞机的指挥。 航班进入香港飞行情报区时,副驾驶员向香港空中交通管制发出呼叫,最终于7时16分成功降落香港国际机场。 当时飞机上有13名机组人员和270名乘客。 类似事件曾于1月26日发生,当天晚上10时左右,国泰航空一架波音777型飞机, 从日本新千岁机场飞往香港国际机场途中,机场突然失去正常视力,时间长达30分钟。 副驾驶员在余下航程中继续执行飞行员职务,直至飞机顺利降落。 当时飞机上有16名机组人员和348名乘客。 两起事故中的机长皆有较长工作经验,飞行时间均超过25000小时。 对于眼睛出现短暂性失明,香港眼科专科医生庞潮辉称, 很多有经验的机长都到了四五十岁的年龄,容易出现三高问题,亦容易有血管方面的疾病。 像中风、小中风、偏头痛等,其实都有可能引发眼睛短暂性失明。 其实它一般来说,我们担心它是,听上去就只是一些血管引发的变化了, 因为通常都是,就是说的是,就是突然间血管上,就是血液供应上的眼睛有,突然间有问题了。 机师,可能如果人四十多五十多岁这样,就有机会有三高, 或者就算它没有这些病,眼睛的血液供应可以突然间有影响, 比如这些叫偏头痛,有些其实它是上脑的血管, 突然间有一些抽筋,那些血管突然间收缩,突然间放松, 令到那些血液供应是不平均的, 而令到眼睛有一些,有几十分钟的时间, 是会突然间看东西会无,这些都会出现的。 除此之外,庞潮辉称,机长是否出现疲劳驾驶, 个人生活习惯,事发前的饮食和睡眠质量都可能影响到其身体状况, 应尽早确定有因及时跟进治疗。 事件发生后,记者尝试联系国泰航空有限公司,但未得到回应, 香港民航处则表示,目前事件正处于调查阶段,不方便进行回复。 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言人表示,两起事故均属于严重事故, 对于事故发生时的情况及因由,还需进一步调查, 调查预计将持续一年。